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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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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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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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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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小時候幾歲 一直看十幾歲 以前經常跟著去排練場看他們的排戲 出去演出 放假後會跟著爸爸媽媽四位演出 所以都看過無數次 在舞台上覺得你媽媽演女符馬 她為什麼會有這麼迷人的藝術光彩 可以吸引到這麼多觀眾的眼光 其實那時小時候不懂得說如何去欣賞 只是覺得在我心目中我媽媽是… 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女神 覺得她很聰明 又漂亮 唱得又好 又可以扮男生 這麼多人喜歡她 又這麼多人看 看上了鼓掌 反正那時就會覺得 哎呀 如果我媽媽這麼聰明就好 你看過那麼多次女符馬 在專場之前 有沒有演過女符馬 沒有 從未演過 所以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 你是潘昌華的女兒 你媽媽的首本名劇 你居然沒做過 是的 我說真的沒做過這個戲 所以就在這次的專場 我就藉著這個機會 所以我就要還一個心願 就是一定要演這個女符馬 據了解一下 你定了這個戲之後 也曾經向你媽媽提出過 希望她可以手把手教你 是的 當然了 這樣才叫真傳 但是很可惜 亦都成為了一個遺憾 就是 本來之前就要教的了 因為戲裡面的公主 曾小敏 我們的副院長 她就因為工作的關係 當時是沒有空的 媽媽就說 倒不如 遲些再學 遲些再教 一起排這個戲就會更加好一點 有對手 當時的專場定的日子是十月份的 本來是提前兩個月 是的 是十月底的 我媽媽就說 我九月份下令到時最和你們排 排完之後再響樂 夾樂 一氣呵成去演出 就好了 好了 好了 沒問題了 誰知道在八月份的時候 媽媽就病了 所以就 沒有這樣的機會 就很遺憾了 後來你是怎樣去學這套女父母 看我媽的視頻 另外 因為她裡面肯定有她很多 一些標誌性的動作 是的 特定的動作 我媽媽應該是怎樣去演繹 這個馮素珍 這個人物 內心的呢 我當時就自己想到 因為當年媽媽這個女父母 她教過她的學生 是吳州語劇團的 叫陳靜 我當時就這樣想 我回吳州 就跟陳靜說 你可不可以將這個女父母 這個動場的這場戲 教我 媽媽當年是怎樣教你 你可不可以教我 她說好 沒問題 所以我就專程回吳州 去找到陳靜 去把這個動場的一節戲 教我 然後告訴我一些特定的動作 我媽媽做這個女父母 必須要做的一些 就是她裡面的一些特定的動作 學了之後 台位各方面的東西學了之後 然後我再看錄像 看視頻 更加加深一點 更加牢固一點 然後就把這個戲搬上舞台 我相信也會有機會 希望判錯華老師 能夠早日康復 早日醒醒 讓桃姐可以親自接受到 媽媽的一朝一夕的傳授 多謝你 多謝你 我相信一定會有這一天 好了 接下來我們馬上去片 欣賞由李鴻圖和曾小敏 合作主演的女父母之洞房 有一個老師是一定要多謝的 就是中國經劇院的黃精華老師 是著名的經劇表演藝術家 我這個李鴻圖探舞 其實就是黃精華老師傳授給我的 當時我記得是高研班 廣州市舉辦了第二期高研班 我參加了 有幸請到黃精華老師來 和我們幾個老蛋上課 當時就教了我們這個戲 我當時教了一個片段 但後來我就將這個戲 將經劇的劇本拿過來 移植了成粵劇 然後帶著劇本 帶著我們這個戲的 陶宜珍導演 帶著我的拍檔彭興華華哥 一起去到北京 去拜訪黃精華老師 然後將這個戲的後半部分 學了回來 然後將它完完整整地 搬上粵劇舞台 所以我是很多謝 很多謝黃精華老師的 王老師 要是你能看到這個節目的話 我跟你說一下 謝謝你 感謝你對我的培養 感謝你 祝你老人家 身體健康 剛才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李鴻圖粵劇藝術專長 《一葉千雄》當中 其中的一部 老蛋截止戲 李葵探母 陶姐 這個屬於你在專場當中的 第一部 第一個截止戲 是演老蛋的 你一開始都和大家分享了 其實你這個 從女文武生轉去演老蛋 是經歷過一個心理的掙扎 在專場的串場當中 我們也知道了原來是你媽媽 潘楚華老師對你的影響 令到你可以順利度過了這個關 是啊 其實媽媽對我的影響 真的是很大很大 當時就是 曾經想放棄 真的是的 就想說不做了 不如就離開這個舞台 離開這個團 是的 簡直是想離開 粵劇界 想不做 想轉行 我覺得 我很喜歡唱歌 以前小時候 我倒不如去做歌聲 去唱歌 或者去做什麼 在轉演之前 你是否做女文武生 還是有擔演其他角色 以前做的都是做文武生的戲 比如做 白蛇傳 許先 段喬 因為我們以前在班裡都是排泄之戲 因為我們人不多都是排泄之戲 段喬 我做許先 寶玉 代幼藏花我做寶玉 還有紅線女老師都當過你 你做孟非鴻 是啊 我做孟非鴻 標文公主 老師很重視我 很培養 她自己親自去做公主 我做孟非鴻 這樣配搭我 所以覺得是 本來是有前景的 是啊 突然一下子的轉變很大 所以說從 這麼多光環 當時各方面的呼聲都很好 當時帶著我們去北京演出 我又做三叉口 又做過林聰爺賓 學過很多 女文武生的戲 是啊 其實覺得 為什麼我學得這麼辛苦 我練得這麼辛苦 還要練到一身傷 我的腰也傷 我的腳也傷 為什麼到頭來 要我放棄 要放棄所有的東西 重新接受一個腦彈行當 重新一個行當 而且這個行當 好像不太受人重視 也不太得人喜歡的行當 所以我很抗拒 很抗拒 其實這個糾結 這個內心的掙扎 都是有一段很久很久的時間 但是很幸運 就是我有一個很好的媽媽 她不給我的幫助 她就勸我 她跟我說那一番 語重心長的那番說話 令到我覺得 我會思考 就是因為我媽媽對我的影響 所以我好 我試一下 我試一下做老蛋 看看會怎樣 如果我真的做得不好 如果我真的做不到 交不准 我到那時候才放棄 我跟自己這樣說 那我就開始嘗試 就開始接受了 從一開始慢慢接受 都嘗試 到後來 我們看到在舞台上的老蛋 李鴻圖的光彩 實在是名艷照人 不殊是其他的文武生花彈 在心理掙扎方面 陶姐經歷過這樣的過程 究竟在藝術表演方面 她又怎樣從女文武生 轉變成老蛋 留待明天的同一時間 我們除了和大家分享 一葉千雄李鴻圖 粵劇藝術專場之外 我們繼續和陶姐聊天 多謝陶姐 我們明天再聊 多謝先生 下期再見 拜拜